爱子种子在尼泊尔扎根来看到本地志工进行了家访 亲自到一百多户受灾居民家里头 了解他们的状况评估是否有检疫屋的需求 从加德满都到邦加玛地 这群平均年龄二十出头的尼泊尔志工 战战兢兢肩负重要任务 为了即将发放给受灾居民的检疫屋 尼泊志工代表慈祭基金会进行家访 实地了解乡亲需求 我希望大家感谢我们的主持人 也就是师父际先生 为了给我们这种机会 去管理这种大型的计划 年纪在那么小的时候 早在今年六月尼泊志工就头一次主导发放行动 更早之前更多次参与慈祭在地震灾后 发放和议诊的翻译协助 循序渐进式让承担越来越多 在地年轻人能发挥的力量无可限量 大约新闻 珍善美志工尼泊尔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